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在焰光的时候 它已经就是完全散同焰光的时候 它已经具备度数了 那么影响到你的势力 我们就主张你早期待进 那么待进的用途呢 除了改善势力以外 它还可以减少你调节过度 特别是近距离工作时间过长的人 那么它的调节力始终在过强 它就容易形成近视 那么待进以后呢 它可以把这部分调节呢 可以给你缓解 那么实际上可以有一定的预防近视的作用 但是近视呢 就是从你如果严格来说 多少度需要戴镜子 临床上不这么去分 只是看你的综合情况 一般来说 特别是儿童 还是主张早期待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